所以打聖騎其實我們要找飢餓螃蟹 因為聖騎現在基本上應該都會玩魚人了 因為有帶兩張螢火 所以我有在想是不是可以打一些元素combo之類 這有點像是CounterMeta的東西 一費三四啊 Oh my god 所以這裡怕奉獻 可是他沒有幸運幣了 所以我應該可以用阿古斯來反奉獻 架在這裡 火下 OK 看起來沒有奉獻 等了 等了 嗯 因為他們有帶溫和的大恐龍 所以這應該有帶溫和的大恐龍 所以要把他的魚人全部清乾淨 這真的有點康德魚人 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帶魚人 所以我們也可以吃自己的魚人 只是一般應該不會想要這樣做 其實應該不會想要留任何魚人相關的東西 有一張野性印記 喔野性之笛吧 這狀況我們的確是比較喜歡魚人印記 所以等一下應該是血反海蔻然後 帶個EFFECT 然後我們再出魚人印記 OK 然後他如果解不掉的話 我們應該再鋪一個野性之笛上去之類的 呵呵呵 直接出這個好了 這樣只會有三顆而已 呵呵呵呵呵呵 這樣划算嗎 我等一下只有一顆水晶 那感覺沒有很划算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Oh My God 划算 划算 呵呵呵呵呵 划算嗎 呵呵呵呵呵 H覺得他不會吃啟動的假的水晶 假的法力水晶 假的法力水晶 呀 還要冰呀 嚇死我了 有冰的話就不好啊 fix 自己出來 這兩螃蟹其實都是打內戰的牌 就打內戰也是合適的牌 所以應該要留喔 這張就算等一下跟派奇看我其實也很好 他應該會有魚人 如果他是快攻的話 呵呵呵 他是快攻嗎 不動 費三次路過中 不對兩費三次路過中 他應該是跟我是類似的牌組 哇喔 他派奇了 原意技 可以 X 偷彈龜比較強誒 至少在這裡還有幫助 他還是偷彈龜的版本 我第一法力比較大的問題是 沒有辦法直接揮擊 沒有辦法直接咆哮 他基本上應該不會帶海盜 所以我們的爬行蟹是直接 跟亞莎拉去引起 combo 應該還可以啊 還算賺 其實這副的野獸真的不多 在偷彈龜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他裡面的東西是野獸 這張非常好 這張是可以讓我穩贏他的 牌啊 因為現在 他一定會帶魚人 只是會帶什麼魚人的問題 他這樣子錢幣出一個兩費 應該是比較快的魚人勝 被閃絲 是 其實這也是野獸 所以其實這也可以給他 嗯 這有點怕陣營也有點怕風險 呵呵呵呵 可是下一輪的話我們5加2就什麼都不怕 還是會怕陣營啊 陣營還是有點強 這有點是在賭他什麼都沒有 他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的話 這應該會經營 我現在 現在應該蠻多 像他這種比較快的 可能奉獻只帶一張 所以就會很難對抗這種場 就 好 OK 我想是舊主要會Buff那隻血 不知道喔 嗯 嗯 等一下配上這個 然後就拉2-3藍賽 我們是一定會贏的 應該吧還有揮擊 呵呵 只是問題是 他如果不出任何手下 我們會不會 哇這個 還會被counter到 這樣會爆手下對不對 啊這樣只拉1張藍賽啊 我想拉2張 先拉1張 1.2.3 壞攻了 1.2.3 呵呵呵呵呵 超詭異的 瞬間乾牌 也是吊文太強啦 無論他換什麼 我下午應該都會用英雄能力 把他解掉之類的 所以應該還好啦 等下就 英雄能力撞這個 他應該會換著隻吧 他應該會變3-3 沒有嗎 因為這個會降兩費 所以他其實蠻有可能不可以出的 如果是寒冰劍的話 就真的很糟糕啊 希望不是寒冰劍 除非他有帶魔爆 不然 他應該不太可能懲罰這個偷蛋鬼啊 好笑就快贏了 是不是一定要跟一個buff combo到啊 可能是寒冰屏障嗎 也不是罰反或罰扭啊 像他其實如果有火山藥水的話 會蠻糟糕的 命中之火是原始雕紋來的 找嘲諷 GG嗎 大家好 我是收看 這是今天的德魯伊牌組 那這基本上是跟Frozen一模一樣啦 然後Frozen其實也只是改 Sixle的其中一項就是偷蛋龍而已 原來Sixle是帶兩個小暴略龍 可是他把他改成偷蛋龍 那帶偷蛋龍是因為 第一個你需要撲更多手下 這樣子你的揮擊跟加一加一才會更強 而且裡面的這個Ee也是野獸 所以會比較好跟雅薩拉巨硬機combo到 所以其實我其實有點想要帶 野獸跟魚人加一的東西啊 就一些三族的東西 可是其實 我們說實在野獸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其實就只有 如果不算這個的話就只有四張欸 就兩個螃蟹 跟兩個魔法烏鴉 所以其實 這個雅薩拉巨硬機的combo會 其實是有點難難達成的 還有兩張野心之力啊 不過野心之力通常會拿來加一加一 然後 所以偷蛋龍 應該也會幫 就是比較能夠幫助我們 雅薩拉巨硬機來觸發 然後 也對加一加一跟 咆哮會比較好 這副竟然 不錯有趣啊 因為其實只帶一張其中跟一張揮擊 然後完全一張憤怒都沒有帶 算是 有點新想法吧 然後反而是帶兩個 不同的螃蟹來 Counter 這四個樣現在 Meta正夯的東西 呵呵呵 基本上就是用兩張螃蟹來Counter整個Meta 就是 這個是Counter 聖騎嘛 然後還有 各式各樣魚人的牌組 因為其實現在 魚人牌組其實還蠻多的 尤其是 魚人聖真的還蠻猖狂的 然後 接下來是用這個來 Counter各式各樣海盜牌組 比如說 盜賊跟海盜戰之類 就是 有一張啟動 然後所以 前面其實可以用一些Ephazel要打出一個很恐怖的COMBO 而且 又派起海盜的COMBO 跟流星魚人分解的COMBO來 讓我們更快速的鋪場 還有活體法力也是想要更快速鋪場 因為活體法力我覺得其實算是 這裡面比較難用的牌 因為它其實 你要掌握什麼時候用 有時候用完之後你還可以 比如說下輪再上BUFF 或是用完之後 馬上上BUFF之類 所以 就是活體法力算是這裡 比較高費 然後 就是來打後期的牌 因為其實活體法力上完BUFF之後 你其實 對手其實很難有一個AOE 可以馬上把它清掉 不過還是有啦 比如說什麼烈焰啊 冰凍 末日圓者啊 之類的 而且這其實打一些控制還是算有點難打 比如說嘲諷戰 這副就真的很難打 然後 正統的控制勝其實這副也不好打 所以這副其實 對抗真的控制是 比較弱 所以打許多中速跟快攻 這副都非常非常強 呵呵呵 好啦 呃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Twitch頻道還有FB粉狀 去觀望我們 我們有時候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準備會 рисchen ee 到 好 我們下支影片